朋友们大家好 来认识一下大名鼎鼎的接骨草 因其植物它对跌打骨头方面的价值而得名 有不少遇见这种植物 把它当作野草来处理掉 太可惜了 首先来了解一下 接骨草是一种整样的植物 它属甲米科接骨木属 高大草本或压挂木 遇见接骨草 还有不认识的人 来看一下植株形的特征 经有人调随部白色 羽状腹叶 小叶两到三对 互生或对生 小软形 接骨草盛开的花也比较漂亮 腹伞型花絮顶身 比较疏散 花儿捅背状 花罐又是白色的 然而花药黄色或是紫色 寻找野生的接骨草 根据它的生长环境 喜软爽湿润 藏在半遮阴 灌木虫 林下 或是山坡处 我们都能够发现 它既耐阴耐寒 对土质要求不严 南北各地均有分布 接骨草 自古以来 明经就被当作草药 然而在武侠小说当中 打打杀杀 这个接骨草的妙用 是离不开的 在现实生活当中 习武的人 一般师父都会教你 认识这种接骨草 对于跌打一些方面 它有着很不错的价值 接骨草 可谓传生是宝 地下根 金叶 花果实 传草 事迹可采收 先用或是切断晒干 都能够当作药材来利用 接骨草 作为农村户外常见的植物 有些地方官叫接骨木 接骨草 本草干木十一当中 有记载植物一些利用之处 接骨草 别小看它 利用的好是个宝 大家是否知道它的用途与价值 评论区都可互相交流 专业课方面可了解更多知识点 关注用心看农村 给大家分享更多农村生活视频